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八十六集 你放心吧 我不会走的 等着你那个浩哥过来 张凡悠哉悠哉地说道 我倒是要看看他是怎么让我死定了的 说完这话 张凡便走到花坛的位置 坐在了花坛的石阶上悠闲得赏起花来 对于张凡的表现 三人心头都是生出了一丝差异 不过 差异之后 唐飞尔的心中却是充斥着担忧 那金婷婷的心里则是生出了一丝轻视了 在他看来 张凡表现得这么淡定 无非就是想在三人面前装死英雄罢了 看待会浩哥来了 怎么把你给变成狗熊 大约十分钟左右 一辆黑色宝马差五 直接开进了小门 停在金婷婷的边上 一名身着潮服 身材微胖 带着墨镜的男子 从车上走了下来 一看到这个男子 金婷婷的毛子猛的就是一亮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兴奋 而后 快步跑上前去 一把抱住了那名身材微胖男子的胳膊 嗲嗲地说道 浩哥 就是他欺负我 他说我没人要 说跟我好的人都是垃圾 金婷婷这话可以说是添了很多的油 加了很多的醋的 身材微胖的男子 眉头微微一皱 摘下眼镜了 露出了他那还没有完全消肿的熊猫眼 趾高气昂的鹤头 小子 我看你是找死吧 唐飞尔急忙到了金婷婷的面前 向金婷婷求饶道 婷婷 我错了 以后我再也不和你针锋相对了 求求你别难为他了 唐飞尔是真的不想把张帆给牵扯过来 可是金婷婷却是冷喝了一声 哼 现在知道错了 早干什么气了 我告诉你 那小子已经把我惹怒了 我一定要他好看 婷婷 唐飞尔还想再说什么 张帆便是缓缓地回过头来 张帆回头的一瞬间 那名身材微胖的男子心头狠狠地一震 猛地便瞪大了双眼 失声叫道 凡 凡哥 这一声凡哥把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给叫得愣住了 怎么 你要弄死我呀 张帆微微地笑着 一边说 一边便从世界上面走了下来 而这名身材微胖的男子也不是别人 证实昨天在KTV里面欺负黄青云 还有方浩鸣的王浩 凡哥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敢弄死您啊 您弄死我还差不多 王浩急忙赔上了笑容 凡哥 刚才我没认出您来 您打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啊 此时的王浩对于张帆 可谓是恭敬至极了 浩哥 他就是个香布朗 你怎么 金婷婷的话还没说完 便见到王浩 蒙得抬起手来 一巴掌狠狠拍在金婷婷的脸上 啪的一声催响 瞬间从她的脸上传出来 金婷婷一个亮枪 便摔倒在地面上 她捂着那半张 被扇得通红的脸 满眼都是委屈 浩哥 你怎么打我 你个臭婊子 一天到晚就他妈知道给我惹事 我他妈打你都是轻的 眼前发生的一切 令得唐飞尔和刘琪面面相觑 他们没想到 那个在学校里面 跋扈出了名的王浩 居然这么惧怕张帆 看来他们都是低估了张帆的 这个张帆绝非是一般人 梵哥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真的知道错了 王浩继续恭恭敬敬地说着 张帆也不想和王浩瞎扯 他摆了摆手 看向唐飞尔 走吧 咱们回去了 哦 唐飞尔的思绪 也被张帆给拉了回来 他连连点头 静静嗡了一声 随后便是要和张帆 一起离开了 其实 这种情况夹在中间的刘琪 是比较为难的 不知是应该跟着唐飞尔离开 还是等一会儿金婷婷 虽然她和唐飞尔的关系比较好 但她今天可是和金婷婷一起进的小门呢 小齐 你跟金婷婷一块走吧 我跟张帆先回去了 唐飞尔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主动为刘琪解围 刘琪看向唐飞尔的眼神 也多了一丝感激 而后张帆和唐飞尔便一起离开了 金婷婷 今后你就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咱俩的关系到今天为止 王后冷冷看了一眼金婷婷 而后便直接上了她的宝马岔舞 在一声巨大轰鸣过后 王后的车子渐行渐远 金婷婷无奈地冲着宝马岔舞的背影招了招手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颓染 她本以为这开学没几天 自己便吊上了一个富二代 大学美好的生活将会要开始了 而且参加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 也可以好好的炫耀一番 但是谁能想到 她的美梦就这么碎了 这都是因为那个张帆 想到这里 金婷婷的目光里面 生出了一抹寒意 王后怕张帆 但别人不怕 这个丑 她一定是要抱的 婷婷 咱们回去吧 刘其一边说 一边去扶 瘫坐在地的金婷婷 只见金婷婷狠狠地甩了甩胳膊 把刘其的手甩到一旁 看向刘其 冷声说道 你手在这儿跟我假惺惺的 你 刘其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委屈 金婷婷挣扎着站起身来 看向刘其冷哼了一声 狠狠瞥他一眼 便大不留心地 朝外面走了 张帆回到寝室 发现 黄晴云和方浩明 都还没有起呢 哥俩的呼噜 打得也是此起彼伏的 张帆 便躺在床上 玩起手机了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 方浩明 睁开了惺忪的睡眼 帆哥 你回来了 张帆看着脸颊 还有一些微微红肿的方浩明 问道 怎么样 你的伤好了一些没有啊 好多了 帆哥 方浩明回了一声 看向张帆 略做犹豫 又说道 帆哥 我爸他今天过来 哦 张帆玩着手机 不以为意地接了一句 看到张帆这个样子 方浩明暗自叹息 忽然 张帆猛地想起件事来 他说 妖替方浩明 跟狐狸精说说情来着 估计 方浩明告诉自己 父亲要过来 就是想提醒他呢 你放心吧 浩明 我答应你的事 一定会办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